马帝七章十三节那里说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导灭亡门是 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导永生门门是窄的路是少的,少少的人也少 他只是说多少,并没有说到难 有些人听到耶稣说,你不背这十节的跟从我的 你不配做我门徒,他就觉得难 以这样的要求来说是难 但耶稣明明说我骗容易,我淡只是轻散 因为神会欣赏我们,陪伴我们,加力给我们 所以我们越牺牲就越得着的 就是越放下自己想要的东西,越感激神 神就越赐给我们更多,我们越开心快乐 所以圣经是很清楚讲到 是侍奉是得力的,我们如应剪至上腾 我们是倚靠耶稣的人,必重新得力的 圣经多处都讲到,去跟从神,侍奉神 是喜乐的事来的,就不是辛苦的 所以以人来说,以人来说 比如量度,你面对那些困难,被人拒绝 那些就困难了,有这么多事情做就困难了 那我都是很多事情做的,但我不觉得困难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我能够教导人,帮助人 那些人改变,我觉得很开心的事 那甚至有一天,如果我要受逼迫 我都会说,神现在很欢喜 就算我现在很痛,但是神呢 你减少我痛楚,就算我受痛苦 我为耶稣而受,耶稣欢喜的 我总是会用圣经的观念去令到我自己很正面 和喜乐,圣经没有说到你做到很借 圣经其实很多应许的 就是你传福音与万民 那我就常语里面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就是耶稣陪伴一定是欢喜欣赏的 那和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你将那些经文搜集在一起 我只是做过很多这些工作 所以有时,你一说,我马上告诉你 圣经有多少道,告诉我们 那种丰盛的生命 因为有时,因为当一个人公开教导的时候 你立刻和他反映,他是立刻会不喜欢的 所以是 这个困难,为什么困难呢? 因为传道人有个身份 他觉得你是学生,我是老师 你还告诉我,有什么好想 就是他未必喜欢听的 那 如果简单一句就是说 耶稣说他骗是容易,但只是轻散的 耶稣有欣赏,叫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世 不过,第一句你可以这样说 用人的角度,真是痛苦的 因为失去很多东西 牺牲,放下自我 就是有些人来说是会觉得是痛苦的 那但是呢 耶稣是说了,是容易淡,就是轻散的 那这个你就看看和他的关系 他会不会听你说 还有会不会影响的关系 也不得了 你去点赞 你去点赞 咱们 这还会不会听到 你去点赞 那 我 你去点赞 你去点赞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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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去点赞 我 去点赞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